在最新一期的中餐厅中,我们看到了大家齐心协力为疫情期间特勤人员送餐的场景,疫情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辛苦啦! 节目嘉宾分成几组同时送餐,其中就有一组去消防队的杨超越和黄小明,他们亲自为消防战士们送上了美味佳肴,并给予了真诚的鼓励,这一幕让人深深感动。 作为一道弘扬饮食文化的节目,中餐厅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娱乐性,但在这个特殊时期,艺人改变策略,用行动感谢那些努力的人,这更加让观众感动。 在许多特殊时代做出贡献的湖北当地人值得我们尊重,给消防员送完饭后,我们看到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 消防员一家人都穿着制服,看上去很帅气,他们每个人面对镜头的时候都神情肃穆,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。 中餐厅里的客人看到这一幕,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,他们站在中央,十分引人注目。 白色和蓝色的色调相互呼应,格外引人注目。 连李浩飞和张亮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,黄晓明的态度也很冷静,但杨超越的画风与其他人有些不同。 从他的表现来看,他显得很放松,这次和消防员一家的合照也很随意。 他完全没有受到周围人的行为影响,反而更轻松地做自己。 一开始他站在C位摆出非常女团的姿势,然后竖起了大拇指。 他的气质和姿势都很好,还特意把镜头留给了身后的人。 很多人觉得杨超越太随意了,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过于矜持是不太舒服的。 最好还是踏踏实实地跟大家相处,而且质量是无法造假的。 看到这里,那些曾经指责杨超越素质差的反粉们都被打脸了。 读完后,你有何感想?这次中餐厅的特殊服务,让人们看到了客人们的诚意。 以及他们对在这个特殊时期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尊重。 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积极向上的精神,用送餐传递温暖和关爱。 节目策略的转变也证明了他们不仅仅是烹饪和传播影视文化, 在这个特殊时期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除了节目嘉宾之外,我们自己在这个特殊时期都做了什么? 我们能否像他们一样,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? 让我们一起保持悬念,思考并行动。